随着太空旅行技术的发展 月球之外 火星成为了人类近年期望登陆的又一颗天体 但关于星际长途飞行给人类带来的影响 我们还知之甚少 美国同等双胞胎宇航员马克·凯利和斯考特·凯利 在2015年接受了一项特殊的科研任务 斯考特将前往太空在国际空间站上工作了一年 与此同时马克将驻流地球作为对照 主导这项研究的科学家们想要知道 在太空生活一年究竟会给人体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知道太空生活理应会给宇航员带来诸多变化 为了深入理解这些变化 NASA的人类研究项目组汇集了十二所大学的八十多名科学家 设计了十大研究专题 除了在两位与双胞胎宇航员之间做比较 研究人员们还在斯考特前往太空的前后 收集了大量样本和数据 与在太空期间的数据进行比对 进行整合分析 斯考特在2016年3月回到了地球 大规模的分析也就此展开 三年后 这些分析结果发表在了顶尖学术期刊 科学杂志上 从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变化 研究论文指出 长期生活在太空环境下 在分子 生理 以及星位上 都给宇航员带来了不少改变 根据潜在的风险 这些变化又可以被分为三档 第一档被归为低风险 其中主要的变化来自长道菌群 在人体内 超过90%的长道菌群 来自后币菌和尼杆菌 通过比对 研究人员发现 斯考特的长道菌群中 后币菌变得更多 而尼杆菌数量则有所降低 当它回到地球后 两者之间的比例 才逐渐恢复正常 对此 研究人员们并没有一个 很好的解释 此外 研究人员们也无从判断 这种长道菌群比例的变化 究竟对人体是有益 还是有害 第二类被归为中等风险 其中主要的变化 微星血管的变化 由于失重现象 宇航员体内的体液分布 与在地球上有很大的不同 这会影响到血管的生理 具体来说 斯考特的颈动脉出现扩张 而颈动脉壁的最内两层出现增厚 这可能与潜在的心脑血管疾病有关 它的视网膜脉管系统 也出现了一定的异常变化 可能会干扰到它的视力 第三档被归为高风险 止基因组的变化 研究人员们观察到 斯考特一些细胞里的染色体 出现了异常变化 它体内的一些染色体片段发生了导致 这可能是高能宇宙粒子穿过细胞 所造成的破坏 研究人员们评估 要造成这样的损伤 大约等同于在地球上接受长达50年的背景辐射 而在太空 短短一年的生活就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另外研究人员们还发现 斯考特的端粒长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太空期间 它的端粒出现了明显的延长 一般来说 端粒的长度与寿命有着关联 这虽然可能会延长它的寿命 但同时也会增加癌症的风险 因为延长端粒让细胞永生 是许多细胞癌变的第一步 而当斯考特回到地球后 端粒延长的效果很快就消失了 并且相比上太空之前 斯考特的端粒在回到地球后 缩短的实在太多 这可能将它置于加速衰老的风险之中 这些变化也影响到了 斯考特体内的基因表达情况 分析表明 这些变化很多来自线粒体基因 这可能反映了能量代谢上所出现的变化 此外 免疫系统中的一些基因表达也出现了变化 但总体而言 斯考特的免疫系统一切正常 同样 回到地球之后 大约90%的变化逐渐消失 回归正常 正如许多研究人员们所指出的那样 这些研究的结论看似并不明确 我们知道有人上了太空 我们知道他的生理状况发生了变化 但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道这些变化究竟是好是坏 此外 宇航员回到重力环境后 会出现大量应激反应 地面上的后续媒体采访和其他科研任务 也同样并不轻松 这可能会影响到斯考特的生理状况 从而给研究结论带来一些干扰 但这是人类第一次如此详尽 对长期太空生活造成的影响 做深入分析和评估 同卵双胞胎的身份 让这项研究的意义非凡 这项研究对于人类而言迈出的远不止一小步 科学杂志专闻评述的最后这样说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